家裡是有常煮海鮮 我想要把可怕的食物味道 去除這個噴霧使用嗎 親愛的我跟你說你要用薄荷噴霧 來 薄荷噴霧超厲害的 薄荷噴霧超厲害 然後呢這個薄荷噴霧呢 它就是淡淡的薄荷清香 然後這個季節非常適合薄荷噴霧 因為它會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但是不是嗆辣清新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們認為臭味 臭味不是用乙香蓋香 它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所以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的空間有臭味有異味 可能是便當的味道 然後或者是廁所大便的味道 或者是很悶的味道 請你都有 室友的便便味實在非常驚人 或者是我們家貓的屎味 屎尿味都請你用薄荷噴霧 因為薄荷噴霧裡面有一個日本的專利 它是直接把你的臭味給包覆住 它真的很快就可以幫你把臭味去除 然後它的薄荷的香氣不會持續一整天 所以當你那個臭味不見的時候 你再補上招補平安噴霧 真的很厲害 因為剛剛那個海鮮它畢竟殺生 對 我們先謝謝它的付出 我覺得這罐真的你們要買 因為我買過像外面是有味道的 可是它那個噴到 嘎到你原本那種到 超可怕 欸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無味雜成 對 可是這個時候是你噴上去它瞬間 瓦解掉那個臭味 我那時候有分享啊 我在做瑜伽的時候 跟我們家的貓咪是同等高度有沒有 它竟然在我做瑜伽 瑜伽不是它深呼吸嗎 它就去拉屎 然後 即便它有鈣 然後但是你知道那個味道 你跟它在同一個高度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不行 我那時候就真的受不了 我沒辦法深呼吸 我就馬上拿薄荷噴霧 然後就是去噴 噴它的那個尿盆那邊 馬上味道就不見了 我那時候真的對這個產品 嘖嘖稱奇 因為那時候我把它拿回家的時候 我都還沒有使用它 因為我家還蠻香的 我們家都是一些香的味道 所以其實不太會有臭味 所以那個時候我對薄荷的除臭噴霧 真的很驚艷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除你的空間的臭味 不管是你買鹹酥雞在車子裡面 對 或者是你買便搭 對 或者是室友剛上完 嗯嗯 或者是你不想要讓你身上的煙味 被另外一半或小朋友發現 或者是你剛從燒烤店出來 對 它都非常的能夠幫你解決